打了一个多月的俄乌战争 现在成为了左右欧洲选举的重要因素 乌克兰邻国匈牙利跟位在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 两位亲俄的领导人都用和平稳定来博得选民支持 而两国也坚持中立 也就是跟穆斯科来维持密切的友好关系 像是身为欧盟会员国的匈牙利就拒绝提供乌克兰武器 也因此遭到了泽伦斯基点名 而正在申请加入欧盟的塞尔维亚 则是寻求两边平衡 同时与主要的投资者 也就是中国大陆来维持良好关系 完全不同历史背景的两个国家 在俄乌冲突的笼罩之下 他们的人民都选择了亲俄路线的领导人 俄乌战争阴影下 欧洲对莫斯科最友善的两位领导人 来自中欧的匈牙利和东南欧的塞尔维亚 周日双双赢得大选 这两位民粹主义强人 在掌控媒体和来自俄罗斯的低成本电力下 成功巩固连任之路 2010年起就在位的58岁匈牙利总理奥班 胜选演说刻意挖苦欧盟 无视匈牙利选民民主意愿 强推多元性别LGBTQ和移民权利 目前票开出九成 澳班的右翼青年民主党联盟 赢得53%的选票 亲欧的反对派联盟 匈牙利团结仅拿下34% 让澳班稳坐第四任 反对派领袖直指 是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 让执政党获胜 这次六个主要反对党首次联手 让澳班面临掌权十二年来 最激烈的一次选战 反对派呼吁匈牙利支持 邻国乌克兰与欧盟和北约同步 但早年反莫斯科 如今变身俄罗斯总统 普清盟友的澳班 坚持匈牙利保持中立 维持与莫斯科密切的经济关系 包括继续以优惠条件 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 在乌克兰欧盟国中 独树一致的匈牙利 拒绝提供乌克兰武器 澳班宣称 这样会使匈牙利成为军事目标 而制裁俄罗斯能源进口 会损害匈牙利自身经济 奥班在制裁上立场与欧盟矛盾 也未谴责普清 让他与传统盟友波兰和捷克疏远 但他和平稳定的诉求 在战乱时刻似乎引起匈牙人的共鸣 而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 总统武器齐和他的右翼政党 也双双获胜 得以延续长达十年的威权统治 根据民调机构预测 52岁的武器齐 渴望赢得59.8%的选票 亲欧的对手只拿下17.1% 而武器齐所属的塞尔维亚进步党 也获43.6%选票 反对党联盟仅12.9% 赢得第二个五年任期的武器齐 跟匈牙利总理一样 用国家和平稳定吸引选民 90年代历经一连串战争 甚至遭北约轰炸的塞尔维亚 就怕俄乌冲突蔓延 正式申请加入欧盟的同时 也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紧密关系 这回虽然支持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决议案 但未加入西方制裁 拥有完全不同历史背景的凶塞两国 在俄乌冲突笼罩下 人民都选择了走亲俄路线的领导人 请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